上延是 看背影 阵亡千军万马 不不不 你等会儿 您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说这女孩 你就从后边看她那身段 有千军万马都得阵亡 都阵亡了 对 就被她迷死了 这千军万马就 就一下命就没了 没错 哎呀 这女的太厉害了 下廉配 论相貌 没死百万凶尸 这句话什么意思 说这女孩一转过来 你再看她长相 有那百万凶尸 活活被她没死 又是一百多万个人命 就这么漂亮 那横批呢 沉鱼落雁 这怎么讲呢 就说那鱼一看她长这么漂亮 一下就扎到水底淹死了 大雁看她长这么美 从那楼上跳下来就自杀 这是刚刚那大楼 真的没关系 沉鱼落雁认识是一句成语的 你想一想 就这么漂亮 哥 这女孩太漂亮了 没错 哎 不对 合着 这见过这女孩的 一个活口都没有 那我怎么留下 不是 我这是一个比喻 就是说她长这么漂亮 就是打个比方 所以你跟她是一见钟情了 那当然了 马上登记结婚 越快越好啊 但是你假期呢 没有那么长 所以结婚之后 你就回到加拿大 我得回来呀 马上给她申请夫妻团聚移民 让她也得过来 对 过了一年 这个女孩成功移民加拿大 也过了 夫妻终于团聚了 哎呦 那个太好了 说实话 就你这段美满婚姻 要用一副对联系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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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等会儿 我知道您的好灰心 对 这个您 这一晚上您说了一手对联 那一个正班子这也没有 说话呢 这个您看 我这个又找着专业工作 又娶得这么漂亮的大媳妇 你说就咱俩这关系 你能不为我高兴吗 不光是我替你高兴 在座的各位观众都替你高兴 是吧 各位观众 是吧 这么成功 那 自己人大伙都很高兴 先生 麻烦您啊 您这个对联 一定能替我写好一点 你放心 我这个对联 肯定写的让你满意 肯定让我满意 没错 行 那您签 这个上联市 嗯 哎 我说啊 要说你在移民里头算是成功的范例 哎呀 还可以吧 你看 很快找着专业工作 哎 又在这生存下来 又过得这么好 哎 所以呢 我看你这么好啊 我这个对联一定要对得起 您一定认真写 写的好 写的最好啊 哎 好 你听着啊 上联市 哎 哎 我说啊 要说网恋成功的可少了 自古网上无交流啊 是啊 恐龙居多 那可不是嘛 你居然能找着这么漂亮的 是不是你小子走了贼运了 我都走了狗屎运了 算是在这 哎 所以呢 你这么兴趣 嗯 我这个对联写的要让你满意 您一定用最好的词句来写 你听着啊 上联市 哎 哎 哎 我说 说句实话 你媳妇往你身边一站 我就想起两位古人来 来两位古人呢 一个是武松他哥 一个是金莲同学 就他们俩啊 就像你 不不不不 不不不 吴大兰公攀金莲啊 是啊 又是金平梅 又哥我头上是吧 四大名字 不不不 什么四大名字啊 您给我好好写行吧 啊 都你了啊 那你听着 听着 上联市 哎 我说 我没办法 好好写行吧 好好好 听着 上联市 百年恩爱双心结 呵 这这词太好 好吧 就是这么回事啊 你再听下联 哎 下联市 千里因缘 一线千 怎么说的就这么对啊 我跟我爱人的这个这个这个美满的婚姻就是通过网络这一根一根一根线千块的 太对了这个 好不好就对了 好啊 满意了 满意 行那就这么厉害 哎 干嘛 大半走过来 怎么着 你横批还在写呢 哦对了 还有横批 就是 我跟你说 我这个横批 正好反映了你的婚姻状况 什么横批 横批是 替人搬运 我搬运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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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